八十九歲的年紀 獨居在老舊雜亂的宮寮 羅老先生習以為常 旁人看了實在不忍心 在地鄉代表送餐給獨居長者 發現老先生處境艱難 連西鄉公所 輾轉找到此寂 大量的物品需要整理 也得斷舍離 志工尊重他的意見主義詢問 老先生經濟困頓 曾經身上只剩下五十塊錢 就這樣度過大半個月 讓人感到不可思議 因為節省卧室床墊薄薄一層 根本抵擋不了刺骨寒風 眾人合力運來一張 全新的厚實床鋪 不怕不怕 不怕 你也不在地 不在地做 都 雖然說手 腳手都不難 這麼多人幫我幫忙 還是很感謝 善能量集结 祝老先生度过寒冬 这份温暖也将陪伴他 迎接新年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功 黄文斌 叶慧玲 其他一报道